中德两国对秦始皇陵进行核子扫描,发现了三个从未披露的秘密,震惊世界。 在我国古代皇帝的陵墓中,有四座大墓比较特殊,一个找不到,一个不敢挖,一个挖不动,一个挖了十年。 其中,找不到的是成吉思汗的陵墓,挖不动的是武则天和唐高宗的乾陵,挖了十年的是创下五个历史之最的秦景宫大墓。 最后这个不敢挖的大墓,就是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了,两千多年来。 不管是拥有一国之力的封建帝王,还是偏居一余的地方军阀,一或是通晓摸金之术的盗墓贼,都想进入秦始皇的地宫一探究竟。 然而,无一例外,他们全都失败了。 秦始皇陵到底有何神奇之处,为什么从始皇帝下葬至今,无人能进入他的地宫呢? 近年来,随着地球化学、地球物理、航空摄影、摇杆、核磁扫描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,考古学家逐渐揭开了问题的答案,笑谈古今故事、闲话传奇生涯。 欢迎订阅《小豆之历史》。 公元前210年,认为自己得监三皇,功过五帝的秦始皇,突然驾崩于东巡途中,中年50岁,靠阴谋继位的秦二世胡亥,为了彰显自己的孝心和正统性,特意争调了国内七十多万民夫和囚徒,加紧为始皇帝修建皇陵。 在此之前,秦始皇陵已经修建了三十七年,秦二世仍觉得不够,他还想接着再见个十年,然而,仅仅两年后,秦国境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,秦二世只得改编计划,匆匆将始皇帝下葬,即便如此,秦始皇陵的规模之大。 建造之豪华,陪葬品之丰富,堪称历代帝王陵墓之岁,秦始皇陵到底有多大呢?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考古学家曾专门对秦始皇陵做过探测,最后发现,秦始皇陵遗址,分布东起西水河,西至临同城区,南岛离山,北达兴丰原下,总占地面积超过六十平方公里,约相当于七十八个故宫大小。 整座陵园有内外两重城园,城回,次行分布,处南边的内外城园仍有约八至十米的城墙,存留于地表外,其余在地下上存有墙基。 陵园内城周长3870米,外城周长6321米,四周各有一门,城园的四周还建有角楼,毫不夸张地说, 秦始皇陵园就是秦都咸阳在地下的帆板。 我们熟知的世界第八大奇迹,兵马俑,其实只是整个秦始皇陵的很小一部分,除兵马俑坑外,秦始皇陵自外至内,还有铜车马坑,马舅坑,石铠甲坑,真秦亦寿坑,青铜水禽坑,百细俑坑,文立俑坑,等等各种陪葬坑, 目前考古学家已发现大小,形状不同的各类陪葬坑,陪葬墓共计六百余处。 当然,这并不是全部,像秦始皇陵规模如此庞大的地下宫殿,是世界上任何一座陵墓也无法与之匹敌的。 1981年,中国科学院的地质学家用现代地球物理化学碳框方法,先后两次对秦始皇陵进行了测试,结果发现始皇陵土壤中含有大量的拱。 2002年,国家启动秦宁摇杆与地球物理综合探查技术的863计划,首次将摇杆与地球物理综合探查技术应用到秦始皇陵探测上。 探测结果显示,秦始皇陵巨大的风土堆周围,不仅拱含量严重超标,而且分布集中,极有规律,整体呈现出东南、西南墙、东北、西北弱的特点,与当时秦帝国的河海分布惊人的相似。 据学者初步估算,整个秦始皇帝宫中的水银储量,竟达到了惊人的一百余吨。 秦始皇陵里为什么要灌注那么多的水银呢?我们猜测主要是出于以下三点原因,第一,为了防盗,秦始皇陵陪葬珍宝无数,从古到今,不知吸引了多少盗墓贼的注意,秦始皇在建造陵墓时考虑到了这一点,为防止后人盗蛙,专门做了两手准备,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了这样一句话, 令将作机弩使,有所穿进者折射之,秦始皇生前曾命能工巧匠,在陵墓中遍布弩机机关,一旦有人进入墓穴触动机关,弩机立即会万箭齐发,将盗墓人射死。 除此之外,秦始皇还在陵墓中灌注水银,希望水银的毒气能让盗墓贼有来无回,专家在秦始皇陵的一些永道内,就发现有盗墓贼的尸骨。 想必这些盗墓贼,就中了秦始皇的埋伏。 第二,为了防腐,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有两大心愿,一是大秦永固,二是长生不老,为了实现第一个愿望,他统一度梁衡,车同轨,书同文,北修长城,南建林渠,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了不适之功。 可惜,大秦帝国没能传承万事,仅存在了十五年,就土崩瓦解。 为了实现第二个愿望,他多次派徐福等儒生东渡,寻找传说中的蓬莱仙道,然而,日复一日。 年复一年,徐福一去不返,长生不老药,自然也没能寻来,无法实现长生的秦始皇,只能退而求其次, 不断为死后做着准备,他希望自己死后,仍能尸身不服,灵魂不灭,仍能掌握无上的权力。 而水银,无疑是古人能想到的最好的防腐计。 第三,为了死后能继续巡游六国,秦始皇称帝是二载,先后六次出巡,最后还死在了途中。 可见,他十分喜欢巡游,这项活动,古人相信是死如是生,为了让自己死后仍能保揽大秦的山川河海。 秦始皇便命工匠在地宫顶部绘制了天空星宿,在地宫底部仿造了山川河海。 然后,再将水银灌住其中,山河瞬间流淌了起来,秦始皇的铜关,在水银河中四处流动,就好似在巡游一般。 再加上,秦始皇陵的水银分布,正好与我国渤海、黄海的分布位置相符,这也直接证明了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所说,秦始皇陵地宫以水银为百川,江河大海,绝不是空穴来风。 值得一提的是,由于秦始皇陵风土下存在超高含量的水银,导致风土上植被生长缓慢,石榴树上接的石榴都存在拱超标的现象。 由此可见,虽然过去了两千多年,秦始皇陵中的水银,至今仍像当初一样,在地下流动着秦始皇陵的地宫内,陪葬了数以万计的奇珍异宝,向大雨留下的九鼎,价值连城的和氏壁,秦始皇打造的十二金人等等,可能都随着秦始皇深埋在地宫之中了。 这一点,两千年来没有任何人质疑,所以秦始皇陵除遭遇自然灾害外,还经常受到盗墓贼的侵扰,不过,幸运的是,历代盗墓者虽然前仆后继,却没有一个人成功进入秦始皇陵的地宫当中,秦朝灭亡时,项羽为了泄愤,曾派数万兵族发掘秦始皇陵, 结果只烧毁了皇陵上的地面建筑和多座陪葬永坑,压根就没找到秦始皇陵地宫的入口,唐朝末年,其义军首领皇朝也试图挖开秦始皇陵,结果也是无功而返。 1996年,中德两国联合起来,对秦始皇陵进行核瓷扫描探查,有人不禁问了,秦始皇陵是我国的文化遗产,为什么要与德国联合探查? 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当时还没有核瓷扫描这项技术,而德国已经开创性地将核瓷共振应用到了考古上,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,我们需要借助德国的技术。 而德国也对秦始皇陵感兴趣,两派集合之下,两国很快达成了合作,就是在这次探测中,专家们才发现,在秦始皇陵巨大的风土堆下,存在着一座高出地面30米,宽约22米,成台阶状的九层高楼夯土建筑,这是前所未有的考古发现。 后来,在863计划中,考古学者还发现在这些高楼上,还存在着用木头,挖片搭建而成的建筑,这座九层高楼和建筑是干什么用的呢? 按照常理,他们如果是想殿或请殿,应该建在风土以上,而不是风土以下,就在这时,有专家想起《汉书假山传》。 里有这样一句描写秦始皇陵的话,终成官游,上成山陵。 这句话的意思是,秦始皇的陵墓修建得非常豪华,在他的墓室之上,覆盖有山陵树木。 站在中间,还可以登高远眺,欣赏风景,由此可见,这座九层高楼和其上的建筑,很可能是公死后的秦始皇登高远眺,欣赏大秦帝国的风景用的。 在863计划中,专家还惊喜地发现,在九层高楼的那层,还有一道更加坚固的十字墓室或十字工墙的存在。 这道工墙和九层高楼一起,像铜墙铁壁一样,保护着秦始皇的墓室。 考古专家段清波曾无比感慨地说,关中地区历史上曾遭受过八级以上的大地震,而秦始皇陵墓室却完好无损,这与工墙的坚固程度密切相关。 秦始皇陵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,结构最奇特,随葬品最丰富,也是最为神秘的一座帝王陵墓。 很多人都很关心一个问题,秦始皇陵什么时候发掘,会不会发掘。 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,我虽然对秦始皇陵也充满了好奇,但真心不希望它被打开。 首先,以我们目前的技术,无法保证出土的文物万无一失,在这一点上,我们是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。 比如,兵马永刚挖掘出来的时候,都是彩色的,但短短十几秒之后,就迅速氧化褪色,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土黄色。 在比如,1957年,万历皇帝的定灵发掘时,还没等到摄影师按下快门,那些珍贵的丝织品、字画、家具等陪葬品,就腐败变质,再也不复原来的样子了。 像秦始皇陵这么大的面积,要挖开,必须要取掉风土大结底。 这样一来,地宫里的文物必然会暴露在空气中,以我们现在的技术,还没办法保证文物不遭受风。 与日光等自然因素的破坏,正如秦永博物馆的副馆长田径研究员所说,现在急于发掘秦始皇陵,那完全是一种短视的行为,既没有迫切性,技术上也不能过关。 两千多年来,秦始皇陵地宫中的各种因素,已经达到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状态,在某种意义上说,不发掘将是更加的保护环境。 其次,发掘秦始皇陵将是一项无比巨大的工程,光清理秦始皇陵的兵马俑陪葬坑,就花费了三十多年的时间, 直到今天,兵马俑坑的清理保护工作还在继续,按照这个发掘进度,要发掘整个秦始皇陵,起码需要四百至五百年以上,而且秦始皇陵的发掘工作一旦启动,要花费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,以及时间成本都是非常很高的。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赵化成教授说曾说,一个国家的繁荣,不能靠吃祖先饭,对文物,保护是第一的,保护好了才能研究,地灵不发掘,这是考古界的共识。 这种观点,我深表赞同秦始皇陵的存在,本身就是一笔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,不发掘,不破坏,还能保持它的神秘感,也能督促我们不断改进自己的技术,这样不是挺好的吗? 好